台积电NVIDIA一个人的508 这些之前也不要说之前 还是上个礼拜的这些主流股 军工啦资安观光光环 全部都吸走了 之前长成那样子 大家说一点都不会累吗 但是最近有一些休息 有没有机会再嗨三天三夜 来福吉老师请您上台来 害我昨天看这个题目 一直在唱阿妹的歌 没有错 因为感觉好像快嗨不起来了 对 好我们赶快来看 到底这个中小型股 目前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形 我觉得就像刚才成龙讲的 现在就是处于一个什么 悄悄板的时刻 你看大盘创高 贵买没有创高 我只告诉你三个字要警戒 就是说 这边很有可能如果加权继续涨 那OTC没有接上来的话 它会演变成一个什么 趁指数创高的时候 先前大涨那些股票 主力在调节 调节你就会拉长整理 时间这个是我们比较不想见到的嘛 我们想看到的是说 当大盘涨到这里 对不对 一万六千瓦稍微好像短线 有点正乖离过大 轮动一下 对 换中小型股 这两天休息的补上来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轮动嘛 好 但比较麻烦的是 OTC最近量能有退潮的迹象 我们来看图 比较明显 我们来看OTC时间长一点点 你会发现有没有 最近这一波的量能有稍微降下来 跟前面的比 没有那么大嘛 那代表什么 代表它这里就是还是一个整理的区间 这里我倒觉得你也不用过度担心说 会不会直接下去 不会 因为这里已经做出了一个双底的形态 反而我们要留意的是说 刚好趁加权指数在这里创高的同时 OTC就是要来再测一次季线 然后它就会往上突破 颈线的关卡 最后就会过高了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后面要来观察 因为就目前的形态来看 它没有理由就这样一路往下走 因为你看现在所有的线形都还是持续往上的 对 这边没有理由这样往下走 所以比较有可能的状态就是 它在这边混一混之后 再往上做突破 对 那最重要关键是什么时候补量出来 这个是OTC的部分 好 那过去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就是垃圾盘的特色 对不对 涨台积电都会压抑到中小型股的表现 所以你也不用特别去担心 你反而要想的是说 待会我要跟你讲的 股票有没有出现奇怪不明的讯号 OK 是要转弱的嘛 好 那短线我们可以看到大盘的这个人气 都是什么 明显转进AI相关的股票 那AI我们第一阶段也有跟大家报告 你就去找 在那里面 至少在这个阶段 你就AI跟现在我们要讲过去的主流股 你就轮坐 好 那贵买 我觉得以月线作为加减买依据 就是说再回来看一次 时间短一点点 对 月线现在的位置是在这条绿色的这条 对210 210 好 如果说它出现了810以上 就类似今天这种大量 出量 灌破月线 那你要减嘛 OK 如果它比今天的量少大概个四分之一三分之一 回来跌破月线 那你应该是要加嘛 哦 它准备功 量缩破月线是什么 最后的回撤 是 量增破月线代表什么 短线确实转弱 可能会什么 回来撤205的位置 这个是我觉得OTC后面我们要去观察的 OK 好 你刚才讲说 个股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败向 就表示它之后可能要转弱了 哪一些 好 热门股的败向很简单 这几个你一定要记起来 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然后应用到你的股票上面 因为其实这一些都会发生在个股上面 就算现在AI也会有 第一个 连续三天没有创高 告诉你短线 在极短线的部分 它开始有点什么 攻不上去 它需要传口气 到不见得会拉回 但是什么 它要传口气再往上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最重要的 高档爆量的隔天绝对不可以直接开低 因为高档爆量隔天直接开低 走低 它只告诉你一件事 短线的买力已经耗尽了 耗尽就代表什么 没有买盘 接下来是看卖盘的表演 这个是高档爆量隔天 那隔天开平开高 那个都安全 那个就跟你讲 我可能量缩震荡完 我就会继续走 再来一个很重要 这一阵子其实说真的 军工的力度是不是很多 尤其是五月初军火团来台湾 对不对 大家都期待军火团来 会不会买很多东西啊 或是有技术交流合作等等 结果造成什么 力多很多 可是股价呢 开始不反应 对不对 五月有这个现象嘛 那这就告诉你一件事啊 短线它就是要休息了 那我问哦 面板像不像这个 算了 面板 我们看一下面板 对啊 友达跟群层 有没有 力多很多嘛 就告诉你要翻转了 对 股底要翻扬了 对不对好 但他也没有转弱 他就是在这里混 对不对 嗯 他在这个区间 那你很明显你就注意 年限跟十七块这个位置 你就抓一个 嗯 不要跌破 你还是可以堵什么 第二季基本没有好转 OK 可是一旦跌破 那就跟你啊 利多这一区全部都在出货 嗯哼 这个都是在出货 利多就拿来什么 拿来出货用 等到出完了 正式一根黑棒出现 灌下去 那就结束了 刚好就到友达了 今天友达 召开了股东会正式的宣布用资本攻击来配发股息 现金鼓励零点八块钱 今天收在十七点四算一算值 利率大概有四点多左右 好 这是第一个消息 第二个是友达接下来因为面板 当然报价现在还是扶了这个虽然慢慢的往上 但只是电视的面板往上 监视器现在只全纯欲动而已 所以他们说库存虽然回到了健康之后 他们要朝向非纯面板要扩大转型 希望利用非纯面板的营收来提高他的获利 怎么解读今天的股东会 以正面解读还是看法保守 两个他只告诉你一件事 面板这个产业目前还是辛苦的 为什么第一个他配资本攻击代表什么 那是过去赚的钱拿出来配吗 并不是去年有赚钱吗 那就代表说虽然现在不好 可是我公司我还是照顾股东 我愿意拿钱出来发给你 那相对的也告诉你说 其实景气也没有你看得那么差 因为我还拿得出钱来给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非面板事业的这个东西 告诉你是说面板因为波动 价格波动太大 所以我需要赶快转型 那未来如果我能够脱离 这个景气循环的这个状况的话 当然公司在获利的结构 就能获得改善 这个是传递出来的讯息 但是反映到现在股价 就是市场就觉得就还好 没有令人惊艳的消息 就没有令人惊艳 但至少我说真的 八毛也不错了 现在股价才十几块的 这个给4%算不错 所以就一样 你就观察17块的这个位置 OK好回答刚刚那个字卡 他就是属于利多很多 但是股价开始不反应 接下来这个也要小心 这种这种最最恐怖 法人大买但涨幅缩小 谁在卖 对就谁在卖 不管是投信或外资 大买但涨幅缩小 或甚至买不动了 这个一定有问题 再来就是说 因为这些主流股 他算强 你这种正在往上走股票 如果一天就跌破 时日线或月线 这个就是明确极短线转弱的讯号出来 强势股能够这样跌 那代表跌幅很大了 对我们来看一档股票 我们看4979的华星光 OK 好这个你看 比如说这里 好这一天创新高对不对 对 结果隔天一根长黑 回到五日线 哇再隔一天不得了了 十日均线月线一起破 隔一天而已 创新高过两天竟然直接破月线 所以你看他现在就变成什么 他就要一段时间整理 所以这种就范例就告诉你 回到五日线OK 可是如果隔天直接中错 连破两条线或再破十日线 那就跟你讲极短线也有问题了 先跑再说 对先跑再说 这种你看高档回来速度就很快 好这几个警讯大家放在心上 如果手中的持股有这些现象的话 小心 对 或者说比较胆小的先跑再说 对就是先跑 我们来举击挡例子 好 来我帮大家抓出来 军工资安充电桩跟观光 好那一样我们就是找指标股来检查 好军工我们找雷虎跟汉翔 你看最近十天外资是买的 投信在汉翔是卖 好那你看雷虎现在已经跌破月线 那汉翔是在月线之上震荡 但法人对坐 所以赶快来看图比较快 雷虎你看 诶破月线就算了 季线也稍微破了 那他就告诉你一件事 如果我们存就形态来看 这里就是一个M头 这里破颈线嘛 反弹回来颈线没过 再跌 所以正常来说 短线你问我它会跌到哪 那你就去量 这个M头的这个测量满足幅度 对下来大概在哪里 那上次我讲嘛 就大概这个平台的附近 好这是军工族群 然后下一个资安族群 好资安我们就找零群跟资通 这个资安就是政府有讲嘛 他有300亿的预算 还有之后的这个资安的这个一些政策 但是你看短线的外资 他是卖的 投信也小卖 好那这两档还好 一个是回到平台支撑来震荡一个高档震荡 但反而转卖 所以来看零群 你看零群 他就回来这个平台 那目前安全 但是现在最怕什么 盘久你知道 不涨必跌 那就完蛋 为什么变成什么 头肩顶了 是 所以很重要 我们把游标移到这一根这个黑棒的低点 为什么是这个 前波低点 对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大概是在哪里 63.6 好那就抓63块 63块刚好缺口这里嘛 这个缺口不要回补 你要做多没问题 但是一旦跌破 那就跟你讲 形态完成 他就转弱了 来资通也看一下 好资通 一样嘛 资通也还好 资通他是阶梯式的上车 你会发现 拉上来以后震荡 拉上来以后震荡 对他就是阶梯式往上走 所以都还在前高 这也安全啦 那一样 就抓这个平台 不要来做跌破 都还是可以偏多看 另外一个族群 充电桩来看桥威 好充电桩的桥威 最近是外资买 好 但是他什么 出量过高以后拉回 那利得是什么 外资在卖 他在高涨震荡 我们来看 桥威的部分 过高拉回 但有没有跌破中央均线 没有 没有 可是今天刚好来碰到什么 碰到十日均线 今天碰到是 今天是破五日跟十日线 今天稍微比昨天 量稍微增一点 如果下礼拜一 十日均线月线都遇到的话 下礼拜一 如果再破月线 那就变成连三黑了 那连三黑 那就跟你讲 他又要回来这里了 OK 就是说以这边为主 他可能就变成幅度比较大 那月线守住 他就是在上面 就变成反正来回都是要震荡 OK好 这顺便技术教学一下 最后一个族群观光 观光现在也是一样面临一个问题 我刚才讲 跟航空悄悄板 现在资金跑到航空大型股上面 所以观光压回来 但是这两档都是出量过高以后拉回 这有蹊跷的 来看一下 先看寒色 你看寒色 出量 对 过高 拉回 对 好那刚好回到前高 对不对 对 那一样嘛 我们游标给我一下 我们游标移到这根红棒 你看这根红棒 它是第二大量 最大量在这一天嘛 也就是说呢 这一天的低点在哪 在70块2 70块2不要跌破 那它就会什么 刚好嘛 回撤前高以后再往上走 70块2一旦跌破 它会造成这三根大量都套牢 那就比较麻烦 那个又会回到这个平台 继续震荡 了解 好那另外像 云品 云品一样嘛 这个比较丑啦 这个什么 大量隔天 小量就把大量吃掉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两天筹码 已经出现实质性的套牢 也因为 它在消化前面的这个卖压嘛 所以它要回来回撤这边吗 倒没有那么深啦 但至少短线90块保卫站 一定会有啦 OK 那来来回回啦 那如果又回来这里 你也不用怕啦 因为就回到支撑嘛 你就反而变成 卖方要变买方 但是 因为出现这个讯号 如果再跌 如果礼拜一再一根黑 那就又连三黑 对不对 那我可以跟你预告 整理时间就至少会到一个月了 好 谢谢伯介老师 请先回座 这些都是中小型的热门股 它们都是很重要的指标 如果它们跌破了重要的支撑 尤其是前波带量的低点的话 整个族群是不是就会熄火了呢 上一张非常重要 你手中的持股 只要出现了这些破绽的话 提高警觉 居安思维了 谢谢伯介老师提醒 稍后 宋星老师要跟大家讲说 最近G7 签订了很多的合约 这合约包括了未来 很多的半导体 要回到日本去设厂了 这一次的G7 建立哪一些新世界的秩序 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 休息一下 宋星老师告诉您